在北线哈尔科夫战场上遭遇冲突爆发以来 第一场重大失利之后 俄罗斯放出大招 在9月2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推迟一天的电视讲话中 放出了两个重磅消息 第一 俄罗斯将开始进行部分战争动员 第二 俄罗斯将会采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包括使用战略和打击力量 消息一出 引发全球各国震动 相对于普京再次挥舞和大棒的行为 全球显然要更关注俄罗斯本次的战争动员 毕竟俄罗斯在上一次发布战争动员 还是在二战时期的苏德战场上 在二战结束之后 苏联俄罗斯就没有再发动了动员的命令 阿富汗战争没有 车臣战争没有 俄阁战争也同样没有 但这次普京选择在持续了半年之久的俄乌军事冲突中 发动战争动员令是在给外界释放不一样的信号 在普京表态之后没多久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表示 俄罗斯本次战争动员将会征兆30万预备一作战部队 而俄罗斯一共拥有接近2500万的战争总动员力量 如果将土京的表态视为拔出宝剑 那么邵伊古的表态则是将宝剑指向俄罗斯的敌人 并且邵伊古在最新的讲话中透露 目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城内已经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西方国家司令部 150名军事专家负责制定和指挥乌军地面战场的全部作战任务和相关战略计划 并且西方国家还在源源不断为乌克兰提供各类型的军事援助 比方说大量武器装备和通信系统等重要军事资源 按照邵伊古的说法 现在太空中有200多颗西方的卫星正在参与到本次俄乌军事冲突上来 所以俄罗斯和整个西方国家及北约真正开战的时刻已经到来 而俄罗斯在进入9月份之后 频繁的强势量进行动带给了西方不小的压力 导致美国方面也不得不改变当前对俄的围攻计划 近期白宫方面拒绝将俄罗斯列入到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 不管美国国会和乌克兰政府如何施压 美国总统拜登就是咬紧牙关绝不松口 不得不说 拜登这次在涉俄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让外界属实有些意外 当然了 拜登这样做也并非是放弃了美国对俄罗斯的打压战略 而是有他自己的顾虑因素 首先拜登需要让乌克兰明白 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内的乌克兰政府高层都是美国的棋子 所以绝对不会允许棋子指挥棋手的情况出现 其次 如果美国将俄罗斯列入到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来 那么美俄关系也将会土东瓦解 最后如果与俄罗斯斯破连 美国的盟友又该何去何从 盟友的反对意见也需要拜登重视 这次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较量 直接将美国对付大国的一些套路和底牌全部暴露出来 让中国可以从中找到应对美国霸权主义打压的办法 外界也注意到 普京对于G20领导人峰会的态度也非常耐人寻味 俄罗斯已经证实将会派出代表团参加G20峰会 但普京本人是否会到场出席还不确定 不少西方媒体认为 本次G20峰会将会是中俄两国联手对抗美西方国家的一个主战场 因为美西方国家不会放弃对中俄的压制 所以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也将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所以普京最终是否出席G20峰会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俄罗斯对西方的容忍度 结合前面提到的战争动员令 普京也很有可能是打算在俄军大获全胜之后携带胜利之士出席峰会 到时候西方国家想必表情一定会非常丰富